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非常安得有这个机会 站在台上跟大家稍微聊几句 那我们今年 办了一个全球的所谓的Tech Day 这个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这个原因主要是在 全球在这两年 比较大的一个思维叫做数位转型 然后在大陆更加数字化转型 叫做Digital Transformation 那什么是Digital Transformation 数字转型 就是科技 带来商业行为的改变 这是我想在大陆每一个人 应该都是已经融入其中了 比如说你开个微信 你加了这个支付 对 微信支付你就可以开始到京东买东西 到拼多多 每天就会送你很多 一块钱起标的 对 买了就是 那大家就想想想 那背后 主要是什么东西在推动 就是IT技术的革新 每个人手上有所谓的 这个智慧型的手机 然后有个Internet 有互联网 接着你商业就改变了 那同样的道理在各个领域里面 因为所谓的IT技术的革命 照带来商业行为的改变多不多 很多 那这个商业行为的改变 最重要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怎样 成本要降低 cost up 第二个怎样 收益要提高 所以说今天如果IT带来的技术 造成你商业行为的改变 让你的成本增加了 让你赚不到钱 这就不算数位转型 或者所谓的数字化转型 那我们今天谈的目标就是这个 也就是说这两年 在全球掀起很大的一个 Digital transformation 这个浪潮 最重要的就是要带给任何一个产业 更经济更便宜的投入 产生更多的获利的产出 那这个案例很多啊 包括种葡萄的 他透过互联网 透过卫星 透过这个全球化 就知道气候 对不对 那不同的气候呢 他就可以决定明年 他就可以预测 明年这个时间点 葡萄到底收成好不好 他这预测可以到一年了 甚至于可以一年 所以说他就知道说明年的葡萄收成好不好 那收成好不好 影响到什么 价格 因为大部分的葡萄的收成的价格 不是收了再来卖 是期货 现在就要买了 比如再举个例子 我们农一年什么时候 明年农一年 大家记得吗 知道吗 除夕啊 除夕哪一天 1月几号 24号 对不对 好那你 你现在订机票 跟1月22号订机票 价格也不一样 不一样 也就是说 我们的生活当中 越来越需要靠计划 靠预测去做决策 为什么 因为成本比较低嘛 所以在整个的 所谓的Digital transformation 这个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之下 IT技术是唯一的驱动者 这是我们身为电脑业 身为IT产业 我认为非常感到商机的地方 也就是说 所有的所谓的数字化转型 只有一个技术上的革命 就是IT的革命 而这个IT的革命 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以前的IT革命是说机房里 叫IT嘛 对不对 现在不是 现在是 只要有物联网 只要有物联网 就是IT革命 所以我们在QNAP跟IEI 这两家公司展合上来讲 有很大的跨度 比如说我们后面 这个展览的东西有怎样 点焦机 我二十几年前 SMD机器就有用点焦机了 从来没有想到说 点焦机还要上物联网 为什么 要知道它焦的温度 要焦焦知道它固化的情况 而且要搜集数据 对不对 对不对 为什么因为 你要去看你的品质曲线 这些都要到云端去做运算 对不对 所以从最基本的 二三十年前的点焦机 到最近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跟阿里云 跟华为云合作什么 合作网关 因为云在上面 那你公司很多传统的设备 很多传统的还在用FTP 搜索 还在用S&B的Sandbus 或者是用SGashi 那我怎么样用传统的Protocol 直接到云端去 就需要个定位 那我们今天 待会也会介绍 透过云端的储存 如何跟我们的现场做整合 那就要透过网关 那网关有分档案型的 有分区块型的 那这些都是 就是这几年才发生的事情 那从二三十年前点焦机 他今天拍的照片 要传到FTP server server 在哪里 叫云端 那我就跟他丢位 我能够上一千台 一万台的机器一起上去 所以 从 这么基础的东西 到这么新的东西 会带动了什么 带动了一个全球化虚拟工厂 是不是这样 所以 所以5G的时代 全部都在推一个 叫数字化转型 最终是要 商业上 让每一家公司都 能够用更少的成本投入 更大的货益产出 那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今天 我们讲了非常多的主题 但是环绕在一个目标 什么目标 我们支持每一家公司 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当中 所需要的各种技术 所以我们这些技术 并不是像传统 卖东西给你 卖完就结束 是我们跟每一个合作伙伴 是join development 合作开发未来的商机 也就是说 各个产业 你在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当中 你不会只需要一个产品 你需要的是解决方案 那这个解决方案有很大的一个重点是 一家公司没办法满足你 往往需要团队 这个团队 maybe三家公司 五家公司 十家公司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 非常非常重要的是 就是跟intel成为一个合作伙伴 因为我们全球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面临到 比如说你要进5G基地台 你要不要做私有 私有云的5G基地站 要 那很多时候 光光靠我们一家公司 还是做不了 我们跟intel合作 他可以帮我们去把其他的公司 来组成一个团队 所以我们在十月份 在海牙 荷兰的海牙 就有一个NFV的展 跟intel有合作 也就是说 到了所谓的基地台 私有化的基地台 怎么样跟物流往整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点交机通过Wi-Fi 点交机能不能透过智能手机 但是我不希望上东坡联通 我也不希望上移动 能不能自建基地台 像在全球来讲 已经是越来越成为一个趋势 所以在这部分 今天我想有很重要的点 需要让大家明白是 我们的Tech Summit 就是要让大家感受到说 我们让你看到是一个 一个新的运作的方式 而这些运作方式 我们不是只是要卖东西给你 不是 是要介绍伙伴给大家 我们也希望你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 黄博士是不是这样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在物流网 物流网的世界里都是合作人 只有合作人生存 靠自己是绝对不行的 所以我们很高兴的是 有intel的大力支持 让我们透过它 它是当你的hub 把各个它的客人连接起来 成为一个打群架的方式 让数字化转型成为一个可以实现的梦想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上欧奖店 物流网产品经理部 我叫安地卫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一套 智慧零食的解决方案 然后有硬体的话 它有自路结算服务终端 然后有后台的云群服 然后还有一个电子秤 然后还有一个老板移动助手 然后我这台的话 就是自路结算服务终端的话 有客人买了购物的商品 可以进行自路结算 然后的话就是扫完码之后的话 它会列出一个商品的一个名单 然后你可以选择进行那个人脸支付 也可以选择进行那个扫那个会员卡支付 也可以进行那个阿尔玛支付 进行阿尔玛支付 然后支付完整整的话会打印一个小票 然后的话我这台电子秤的话 就是具有那个线上线下的一个功能 然后的话当店员的话 进行对商品进行一个称重作业 把物品放上 选择结算 现金服 好 都有一个小票 我这部的话是一个老板移动助手 其实店员进行那个 整个超市里面的那个物品的一个盘点 和一个整个系统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服务查看 然后我整个一套解决方案的话 有那个 有对电子标价标牌系统 然后外部设备 企业ERP 移动门店系统 然后收银管理系统组成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那个魏强店产品经理 我叫魏金旺 接下来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那个AI的一个应用案例 这个应用案例呢 主要讲的是那个工厂自动化的一个应用案例 在我们工厂上面呢 工厂里面呢 就是说有些生长PCP版的一个产线上面 它有很多那个瑕疵 就是说这些瑕疵呢 以前的话都是通过人工来检测的 接下来我如果我们引入AI之后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把那些瑕疵的图片 放到我们的那个训练机里面进行训练 得出一个模型 那我们这个模型呢 就可以放到我们的推论机里面进行推论 在很快的时间内 就是得出一个结果 这是正常的 是不良品等等 我们把这些不良品的那个那个信息呢 丢给那上层应用程序 来通知现场的人员来进行处理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说我们在那个AI智慧工厂上面 就是说我从训练到推论 都有一系列的一个解决方案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机器 这个机器呢是比较小巧 它的那个名字叫ITG-100AI 叫100AI 这个机器呢就用的是那个平台呢 用的是阿波罗平台 我们在这个机器里面直入了一个AI加速卡 直入了一个AI加速卡 这个AI加速卡呢 就是说有两个Mobiliar的芯片 我们在这两个Mobiliar的芯片上面呢 同时跑两个模型 我们一个模型呢是跑能源探测 另外一个模型呢是跑的一个是车辆探测 所以说我们在这样一个小小的机器里面 一个实现了一个这么大的功能 那这个机器呢非常适合应用在 就是说比如说小区智能明镜里面 还有那个公司的智能考勤里面 这样一个最边最边缘的一个应用场景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的这台机器呢是我们的那个坦克870E 这个坦克870E呢相对于我们的坦克870AI来讲呢 是一个简化版的是一个比较经济型的一个机型 那这款我们在这款机器里面呢就是说加了一张 也是同样加了一张迷你PCIE的加速卡 它同样有两个微点的芯片 那我们在这个机器里面呢也是跑了两个模型 当然这个演示的是两个那个能点探测模型 好我们在这两个1080P的模型里面呢就是说 这些能点探测这样起到一个比较流畅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那个性能 好这是一款比较经济型的一个机型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和一家做算力的公司 叫困员公司做了一个高性能人工智能加速的一个应用案例 这个案例的特点呢就是说客户呢 他把那个定制数据流架构叫凯撒架构呢 把它直入到我们的FPGA卡里面 好所以说这种直入了我们在这个定制数据流架构之后呢 它能达到就是说1.64TOPS这样的一个运算速度 它那个效率呢也可以达到76%到98%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物理的效能功耗呢我们可以是低60瓦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像这种环像这种那个 像这种案例像这种那个方案呢就是说非常适合用在那种 低延迟它的延迟时间呢可以做到5毫秒之内 比如说航空航天还有那个安防啊电力巡检啊 就是说那个股票金融 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要需求那个低延迟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应用场景 大家好我是上海外强电的产品经理赵俊阳 那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2019年的一些新的产品 那首先板卡部分我们开了一个目前Intel最新的一个平台 300系列的产品那母版系列我们有IMB-Q370 那这个产品目前我们能够支持最新的9代i9的处理器 那这边的话是我们一个长卡的Q370的主板 那这两个主板我们目前的话都是能够上到最新的 Corey i9的9代处理器 这边的话是我们针对新的100系列做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机种 那支持PCI-116和一个PCI-140 然后另外还支持四路PCI的信号 那可以满足客户不同的扩展需求 另外我们有一个一个新的BRAKE系列的一个机箱 那这款机箱我们目前主打的是一个方便拆装的一个步骤 首先它是一个简易化的一个机构设计 那方便客户很快的拆装 并且我们可以支援不同的WIFER LALO以及KINDO系列的主板 那只需要更换不同的IO挡板 那可以方便的进行拆装 阿弗拉斯系列我们目前一个阿弗拉斯3 第三代的阿弗拉斯3的系列 然后我们这款的话目前是基于阿弗内克的平台 那我们加入一个全新的一个设计 是能够支持一个叫PoE的一个受电功能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根网线 然后让PoE的网卡直接给这个产品供电 这样的话就节省了一个适配器 那方便客户可以只通过一个网线来进行收电 这样的话对于一些环境上 环境可能不太允许装电的环境 那比较方便一点 那我们在齿震方面 我们有10寸 12寸 15寸 那另外的话我们还有一些更高尺寸的话 我们是一些ULT的产品 那关于之前讲的那个PoE供电的话 我们也提供一些方案 那我们有一些PoE的网卡 这个是我们两口 那这边是我们的四口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六口的一个方案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主机上插 不同种类的那个PoE的网卡 那实现多路的控制 我们那个Aplus3里面会加装一颗PoE的供电模组 这样的话我们的电通过网络进去之后 经过我们PoE的一个模块处理 这样能够给这个Aplus作为供电 那当然这个供电模组和我们那个是一个选配件 那如果说不需要的话 那可以直接通过电源设备器供电 这样比较方便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一个全新的产品系列 网通产品 那网通产品我们是基于给网络应用做了一个全新的产品系列线 那它的话是基于一个X86和ARM平台的一个举业方案 那网络部分的话我们有一G 要10G和25G的方案 那软件部分的话我们是通过一颗基于Linux系统 那或者是Windows系统 那让用户再安装第三方的一些软件 那这样的话来实现不同的运用 那例如一些防火墙 交换机 路由器之类的 那这样的话 客户可以通过软件来配置成不同的一些应用 那我们我们针对这些 这些我们都认为可以白排 那硬件部分的话 我们Intel的方案的话 我们有基于Intel低端的灵动C3000系列 那高端的话 我们有是那个自强E3等级的 或者说Corey i3 i5 i7 那AMD的方案的话 我们也有一些基于AMDR系列的平台 那还有一些马外的 然后NXP的ARM方案 那网卡扩展部分的话 我们有一些 例如 比如波特康姆 然后高通 还有Intel的I211 然后一些其他的方案 那我们有做出一些 例如扩展一些潮 那这样的话 我们当我们把这些扩展潮 插入到这个Puzzle系列的机器里面 那可以让原本Puzzle系列的网卡 那可以扩展到更多 那也有一些 例如Bypass的功能 那这些卡的话 我们有分为电口 还有一些是 那还有一些光纤模组 这样的话 能够更大化的 让客户的应用更广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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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